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对孩子 我们从普世的价值 人权的观点 亲子的关系 家庭的和乐 社会的发展 这个时候台湾社会的事情很低落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快乐成长的空间 所以本期希望次长在这个部分当中能够坚持一向的想法在这个部分 另外就是国庭假日的部分 像今年的双十节 它刚好是礼拜六 中秋节刚好是礼拜六 结果就人家人民就少放一天假 那本期的体验当中 我主张如果是国庭假日在礼拜六的 你礼拜五提前补假 如果是在礼拜天的 礼拜一延后补假 那这样还给人民一个公平的放假的空间 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们到底有没有思考过 有啦 昨天没有讨论到 对 民俗节日 民俗节日 对 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为什么不一起把它报到上面去 大家共同来思考呢 会啊 我们会一起报 对啊 因为这个东西是随机的逻辑嘛 它不是每一年都一定会发生的情况嘛 跟你讲的一样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 这个 我觉得这个跟儿童节放假是一样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政府不要想占人民便宜 企业界不要想占员工的便宜 如果他礼拜六刚好是双十节或者是中和节的话 你就应该礼拜五放假 让他可以心情上 星期四下班就可以过一个很快乐的一个连续的假期 昨天在邀请相关部会讨论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处理 对 我觉得大陆都会去搞五亿的大假 十亿的长假 我们未必要学习中国大陆 但是至少你应该还给他们 而且本习所提案的这个依据是根据美国政府也是这样提哦 美国联邦政府的放假的规定也是这个逻辑 它也不占人民便宜 它随机分配弱点嘛 所以礼拜天的国定假的就延到礼拜一休 礼拜六的就提前在礼拜五休 我觉得言之成立 而且每年规划它一年的计划的时候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哦 市长 市长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乐见其场好不好 少受到工商企业界的影响 我觉得他们只要反对他们就是要占劳工的便宜 另外针对今天民进党团的这个提案 基本上我们是肯定潘门安委的提案 这个部分本习完全支持没有意见 但是对这个部分哦 本习认为如果民进党团这个匿名捐款 十分之一的上限把它取消的话 就等于开阳光法案的倒车 等于政治现金法的第七条的限制跟禁止 形同虚设 形同虚设 形同俱文 完全就等于打出原型了 阳光法案本来就是不让你们去乱搞 譬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民进党朋友一定可以 余天委员在这个地方想一下 如果可以用匿名捐款的话 中共可不可以匿名捐款 所有海外的 所有的台商的 所有亏损的企业的 所有宗教团体想要影响政治人物 全部用匿名捐款 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当年整个立法的过程当中 因为本习从94年当前立委到现在 我都守在内政委员会 对这一段的协商过程 我们讨论过程 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然后最重要的是本习次党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调出来 我调出来从民国94年 95年 96年 97年 主要政党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 这个捐款的 整个报政治现金的 监察院所 出来的数字 匿名捐款 比例最高的是民进党97年 他一共是收到262万 2629万 1380亿元 在民进党总政治现金数 总数的4% 一凳百分之够就不够了 你如果说今天民进党 已经贴近10% 他不够了 他利民捐款 他要穷破 百分之十了 他不够 如果他今天这样来提 正当性没有问题 今天他长期以来 他更好笑 民国96年民进党的 这一年的 他利民的政治捐款 只占他总捐款 政治现金数的0.08 和一半都没有 那结果今天 民进党党团说 基于因为小党募款比较困难 所以要求利民 这个捐款没有上线 那我不是说不可以这样 我是说大家反向思考 阳关法案的精神 就是不让人家去隐藏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什么利霸集团 东升集团 王立宁 他们现在这些人 搞不好在海外欠钱 逃亡海外的人 利用匿名捐款来跟你捐献 那没有上线 所以法律的修正 我们要做双重双向的思考 民进党党团的这个提案 我也不认为说 他一定是要往不好的方向推 但是其结果就会意外的造成了 破坏阳光法案的精神 整个摧毁到 舍本竹末摧毁到 我们难能可贵政治先兼法所建立出来的一个标准 所以次长 因为我看你当年你这些年来 一直都在政党轮替前后 你一直都在常务次长到政治这个阶段当中 所以这个部分 我刚刚的论点有没有过度延伸 因为我认为会破坏到整个政治先兼法第七条 它里面对亏损的企业 对宗教团体 对海外的企业 对外国的法人 对大陆地区 全部都不能对台湾捐款 如果你用小儿利民可以接受的话 都总结吧 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没有错 这里面 所以我们这里面 我刚刚有报告过 这个部分我们是不赞成的 不赞成吧 不赞成 对啊 我觉得这个不能够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电脑病毒 所以我可能为了一个城市上推动的方便 扫描的方便 我加一个东西进去 一加进去的话 全部中毒 像日本的话 它的小儿肩款 一千块 十万 没有 日本是一千块吧 一千块 美国是五十块美金 对对对 全部都比 美国是五十块美金 我们现在才 我们现在都到一万块呢 对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我们的一万块 都比美国的五十块 跟日本的一千块日币 都高很多 我查了你当年的资料 最早你们的草案是两千块钱 韩国好像是十万日元 韩元 韩元 那跟他更少了 两千 一千多块吧 对嘛 一千多块嘛 韩国更少了嘛 所以市长 两千多啦 两千多 两千多嘛 所以我说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大家就理论事啦 我们很理性的来讲说 今天如果说小 匿名的捐款 可以变成没有总数的限制 或比例可以突破十分之一的话 那我觉得不得了 一个政治人物参选 不管是蓝是绿 你的超过两成三成以上的政治现金 是来自于这种人家 从幕后的黑手 利用匿名捐款给你的 那我们全部的问证以后 他的公正性 大家能够如何来期待呢 所以我觉得制度是防小人 当然君子在任何的制度权 或不周权的情况之下 君子都会遵守 那我觉得难能可贵 这个现金法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比较自爱难行 就有些实物上的东西 像民主进步党团所提出来的 第一点的东西有关 这个申报的问题 这个当时我们的努力在克服 不过原则上本席也同意 因为当时我们都一起在协商 我记得当时包含邱议员委员都在现场 叶宜金委员也在现场 王信南委员也在现场 就针对我就没法去查 他到底有缺钱 没缺钱 我也知道 他要关钱给我 我到底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当时不是一直逼迫经济部 要在网路上要公布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后来经济部 都是被迫接受了 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 本席认为这是一个法律执行面 可以克服而且目前已经突破的问题 其实也不必在条文当中 做这样的修正 所以市长你的观点怎么样 市长我刚刚也报告过 我认为这个部分不宜修 因为对于亏损的企业 如果接受它监证的话 就会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这里面大概就比较严重 没有错 那当年我们是因为不晓得它亏损 所以我们现在政府 你必须有责任有义务在网路上公布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查查 所以如果资讯的接收没有问题 我觉得立法的本利跟立法的目标 我们就应该信守并且去支持它 所以本席也对民进党团这个提案 基本上我是尊重 但是我不赞成 我不赞的理由就是说 它会因小失大 舍本足末 会形同俱文 会形同虚设 造成整个政治现金法 结构性被摧毁掉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部门来讲的话 你行政部门一定要坚持这样一个立场 好不好 好 谢谢 市长 谢谢 节目 中文字幕里名词